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,今天是2022年10月4日,这是林小和谈投资理财的第408集,现在是凌晨1点29分,来看一下国际股市行情,台股收盘跌124点,看台股的线图跌成这样,好惨,富国深山股价只剩下417元,也是跌很惨,台股它是一环扣一环,台币一直扁,资金都跑掉了,台股怎么会好,外资跑掉也没有回来的迹象,富国深山的股价怎么会好, 今晚欧洲山大股市收盘都是涨的,目前美股道琼涨652点,纳斯大涨175点,我现在看到美股大跌大涨,都没什么感觉了,它本来就会涨涨跌跌,涨多了就会跌,跌差不多了就会开始往上涨,股市本来就是这样在波动,所以你一定要平常心去面对,今晚非美元的货币汇率,大部分都是涨的,看看南非币、澳币、纽币涨幅都很大,但是台币还是很弱势,为什么? 现在美元一年起的定存利率3.25,台币一年起的定存利率1.34,差将近2%,那些有钱人,他钱会放美元还是放台币,钱放在美元会赚到利率,也可能赚到汇率,钱放台币利率那么低,有可能再赔掉会差,你的定存就变成负报酬,美国升息一次升三麻,我们只升半麻,持续下去,美元跟台币的利差越拉越大,台币要怎么升上来? 最近大家对投资市场好像都很悲观,上礼拜一直有人问我,美股到底要跌到什么时候,我一直在讲说,大跌其实是进场的好机会,但是没有人听得进去,现在美股不是又涨上来了吗? 道琼已经涨725点了,那是打涨218点,股市震荡本来就很正常,不管遇到什么利空,什么考验,都一定要勇敢去面对,这样你才会成长,你投资这条路还能走得下去? 今天这一集就谈到这里,下集再见